HitFM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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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s and Gir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isten up to the station called HitFM We've got a lot of great music all day Yeah 只剩情依略 HitHit週末 现在欢迎来到今天的Hit週末 就是HitFN魔王北部107 中午9.5南部90.1 一栏97.1 花东107.7 我是Gigi 在我旁边的这一位 很久没有见到她了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潘嘉丽 Kelly Hello Gigi Hello大家好 我是Kelly 潘嘉丽 你刚刚是不是很担心 我报完那个财呼 然后会昏倒 怎么讲那么快 然后一口气讲完 你想挑战吗 算了算了 直接拒绝 算了算了 我跟你讲 诀窍就是不用念FM 所以要从只想听音乐 不用不用 不用这里是HitFN连播网 然后北部 好 这里是HitFN连播网 北部FM107.7 中部FM91.5 南部FM90.1 宇兰FM97.1 花东FM107.7 Hit周末 可是你的很快 因为我没有念FM 但是一个小 而且因为我每个礼拜都在念啊 我念了那麼多年了 我再念不好 我就真的該被打了 好不好 但是呢 這個好久不見來到節目 先要掌聲恭喜 謝謝 這個除了有新作品 人生也有另外一個篇章 法律上市 法律上市 實質上還沒有感覺嗎 真的沒有感覺 因為我覺得 就是公正 真的就是進一個 是 就是進一個辦公室 然後你就是 等號碼 然後你就簽名 然後就等他 全部都把資料查好 欸好了這樣 對 結婚了耶 一點那種 哇什麼鳳茶啊 迎親啊 我也沒有鳳茶跟迎親 我就是請大家來吃飯 我們連這個也還沒有 或是校場 我們都沒有啊 所以就 所以還沒有那個感覺 你們在一起多久的時間啊 一年耶 但是很快耶 很快 而且對我來說 感覺好像就幾個月 因為我們聚少離多啊 我常都在新加坡 然後我來的時間很短 然後 以本我來的話 我們沒有約會的時間 因為他很忙 你確定嗎 有些有後悔嗎 沒有後悔 基本上呢 我覺得他真的也很有種 是 因為我真的有嚇到 我完全也沒有猜到 他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太短了 他怎麼求婚的呢 我覺得就跟台灣偶像劇一樣的 好想聽喔 其實就是我們跟他的朋友 一起去一個遊艇趴 然後那個遊艇趴呢 真的是偶像劇耶 對就是遊艇趴 然後也不是那種超華麗還是什麼的 可是因為那時候是跨年跟Christmas的時候 然後我們一些音樂人就是很難才會可以搭聚在一起 所以既然要過一個party 那我們就乾脆來一個浮誇一點的 大家就想說 欸遊艇趴什麼的 我就說好啊 反正我就是跟著你嘛 然後去遊艇趴之後 就要交換禮物 然後就一個一個抽 抽到誰 就要馬上拜一個理由 說為什麼這個禮物是適合他 如果你拜不好的話 就要灌一罐啤酒 喔就有懲罰就對了 然後 你是最後一個 我是最後一個 我覺得他就是沒有把我的名字放在箱子裡面 然後剛好 就是故意要把你放最後一個 好會喔他 小壞壞 我完全沒有想到 因為他剛好 因為我們是以生日去抽禮物 去拿名字 他剛好是最後一個月份 所以就這麼剛好 喔 是 那 就求婚 然後求婉婚 有跪下嗎 有 他說了什麼你還記得嗎 還真不記得 那個當下的心情應該很複雜 沒有複雜 沒有 整個是驚訝 然後在一個很shock的一個狀態裡面 對 所以他講什麼我幾乎都沒什麼聽到 直到他跪下來 大家開始嫁給他 嫁給他 嫁給他 所以我才覺得好像是真的 然後整個完了之後還有煙花 哇 好浪漫喔 然後我就覺得 哇 真的是台灣偶像劇 真的很浪漫耶 但是不是台灣所有的求婚都是這樣的 可是因為小時候我看台灣偶像劇的時候就是這樣 但你講這個故事真的很多女孩都會很羨慕 我有發現是不是 對對不對 我自己都很羨慕我自己 對 你最喜歡他什麼呢 我最喜歡他 很有風趣 是一個很有風趣的人 很幽默感 很幽默的人 然後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笑點太低 他好像怎樣我都會哈哈大笑 當初是因為工作的關係認識的嗎 是因為 因為他是 音樂人嘛 音樂製作人 然後 我們在同一個 版權公司 華納版權公司 然後 那時候我想要找人和諧 然後版權公司就幫我安排一個厲害的老師 所以就寫了我們沒有愛錯這首歌嗎 沒有沒有 好好好 好好好 我們只是被介紹認識的人 然後一起和諧 嗯 那時候版權公司的人就跟我說 他是多厲害多厲害的老師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也沒有聽進去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聽進去的話 我壓力就會很大 你知道跟這種大師級寫歌 然後公司還叫我google他 我也不要google他這樣 不想給自己那麼多的壓力 對 然後我們合作的時候 我才發現前年 他才大我一歲 那什麼了不起的 他怎麼聽你是這樣講 好嗆喔 什麼了不起的 不是就是 也才大我一歲 我剛好要叫他老師還是什麼的 但他是老師啦 他是 對 但是第一次看到他的感覺呢 就跟我差不多大的一個屁孩這樣 沒想到這個屁孩就當了你的老公 真的還滿嚇人的 我所有的朋友都笑我 因為呢 我剛出道來台灣的時候 我就跟我的朋友說 台灣男生真的都太熱情 太friendly了 我真的不可能跟一個台灣男生交往 我跟你講你越說不就會死 然後我才真的沒有跟台灣男生交往 可是卻嫁給一個台灣人 而且才一年的時間 而且像你剛說句小禮多 嗯 對不對 但是平常很了解彼此 就覺得這個人是對的 一定有哪一個moment你覺得 OK他可以 哦 哈哈哈 他想很久 我是不是問錯問題了 就是因為我沒有這個 我沒有去想這個問題 哦 那就代表你覺得這個人完全沒有問題 對對對對對 我應該說的就是我完全覺得他沒有問題 他沒有一個時刻是會讓我 擔心 嗯 好嗎 接下來 怎麼 嗯 都沒有這種 對 就是很舒服 因為我們在談很多戀愛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 哦 這個人就是男朋友就可以了 嗯 對 就是你不會有想要跟他更進一步 嗯 但他 嗯 讓你實現了人生另外一個階段 的夢想 對 這是一個真的很奇妙的事 因為在他之前我也沒有覺得 我會是一個要結婚的人 嗯 所以 從小對這個就沒有什麼 也不是耶 小時候呢 會想要結婚 我的同學都以為我會是最早結婚的那個 嗯 結果因為我比較 我發現我比較在意我自己 跟我的事業 跟我自己人生的里程碑 或者人生的成長 是 所以我就覺得 有男朋友就可以了 或者有一個可以相處的伴侶 我覺得這樣就好 就夠了 對對對 嗯 因為其實結婚後我有發現一個很大的改變 是什麼 就是 以前會覺得 nothing to lose 就是我好像沒什麼 就是少這個就少那個 分手就分手 哦 換工作就換工作 哦 換公司就換公司 就是沒有什麼好怕的 嗯 可是現在會害怕 怕什麼呢 就會覺得 欸好像 不是一個人 多了一個 責任 還是多了一個 自己很想珍惜 的人 嗯 然後不想 失去的東西 然後 所以這個害怕有一點 複雜 嗯 嗯 對 然後接下來 當你們 接下來會請客嗎 會會會 就是當你在接受所有人的祝福的那時候 又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是哦 對 我還沒有到這個階段 對 因為我們連籌備婚禮都還在擔心疫情啊 對 是不是應該要延遲 還是是不是應該就不辦 嗯 就是這些都還在考慮當中 對 嗯 你們會先經歷一個籌備婚禮 籌備到兩人都想哭 哈哈哈 沒有 這應該OK 因為他說他什麼都不想管 都讓我管 那就OK啊 嗯 我猜這樣子就很OK 我是 我們兩個是誰都不想管 哈哈哈 這樣更好吧 早晃故事竟然會互鬧 對 就很累 但是 就是當所有人都來祝福你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另外一種心情 你就會覺得累是值得 對 在專輯裡面是不是有跟他合作單曲 呃 這張 呃 我們沒有愛做這首新歌呢 他是我的製作人 對 對嘛 是一起合作的 對對對 我們等一下來聊一下這個合作的感覺 嗯 好不好 我們先來聽這首歌 我們沒有愛錯 嗯 我想知道你還想念我嗎 卻害怕得到解答 好的 剛說了我們沒有愛錯 嘿嘿 這張作品裡面有三首新歌 呃 我們沒有愛錯這首歌 大家都以為是那種大悲情歌 啊 我以為是 我開心的啊 真的嗎 嗯 欸你 你比較對 就是它是比較 因為我覺得 是釋懷的那種 很思念的那種 快 就是希望彼此快樂 就走過路過還是會有一些收穫 對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愛是沒有錯的 嗯 就不管那個結果是什麼 嗯 嗯 這首歌的一開始的發想 嗯 就是以這個為出發點 呃 沒有耶 其實那時候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嗯 是先被旋律吸引 嗯 然後就覺得旋律很好記 嗯 因為我聽一次我就 欸 旋律一直在腦袋裡面 嗯 我就覺得 欸這個demo就是要這首歌了 嗯 那歌詞呢 我們就找了吳亦偉合作 嗯 那會特別找它是因為他寫的詞 比較呃 白話 嗯 但是呢 又很就是 打動人心 對對對 他就直接把他想要說的思念 或者他想要說的一些感情的一些想法 嗯 都會把它講得非常簡單 讓大家一聽就懂 對 所以我喜歡這樣子的歌詞 對 因為有的時候很多歌可能寫的意境很美 嗯 但可能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了解他想要傳達的 對對對 對 所以這首我們沒有愛錯 嗯 然後特別找吳亦偉合作 嗯 我覺得就是很容易讓每個人知道你想要說的是什麼 對對對 對 但這首歌是跟先生一起合作 那時候結婚了嗎 對 還沒 喔 那時候連求婚都還沒有 嗯 所以那時候我們合作的時候 嗯 嗯 他真的很嚴格 我們 我第一次錄一首歌錄這麼多天 是 我們錄了三天這首歌 嗯 然後 他會要求很多 嗯 他要求很高 然後因為我覺得他配唱真的很厲害 嗯 就是 他知道應該要怎麼樣的tone或者怎麼樣的技巧 嗯 會比較適合這類型的歌 那在工作上會有爭執嗎 嗯 不會耶 還是都以老師說的為主 對對對 我都會以他說的為主 嗯 因為我覺得工作就是工作 嗯 那我就是尊重他的專業 嗯 然後 而且在他身上我學到了很多 就是很多新的唱歌的想法 我以前都沒有想過 有他真好 對 齁 而且現在 為你開心耶 謝謝 而且現在是老公了對不對 對 所以我每次要錄歌什麼都找他 會覺得不好意思 所以以後就是每一首歌都要找他嗎 嗯 應該還是會有跟別人合作 對啦 還是會 只是有一些歌 我想就是玩一玩的 或者跟他討論的 我覺得就 對 有一個懂的人去討論 我覺得很好 嗯 嗯 這聽起來真的很不錯 嗯 對 那有討論接下來會待在哪裡嗎 台灣嗎 台灣 我們會 台灣媳婦耶 對 還是會在這邊 對啊 因為還是要以他的工作為主 嗯 最後也是他養家 嗯 哈哈 我很理所當然的 嗯 你賺的就是自己的零用錢 對 而且我們 而且我們結完婚我就說 欸 我的是我的喔 他說好 那你的是 他說也是你的 嗯 很老 這樣 喔 感覺到他 有啊 就是 因為我剛剛一開始有問你說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還是有一些不太一樣 嗯 嗯 有一點很不一樣 就是 我發現啊 我們 我們交往的時候他真的蠻冷的 然後 他求完婚之後 哇 突然間 對我特別好 然後我們公正完了又更好 他可能怕你後悔吧 哈哈哈哈 因為是自己人啦 有可能 可能越來越愛你了 嗯 有可能覺得安全 嗯 我想這個是在幾年前 然後第一次來到台灣的時候真的想都想不到 對 最後會落根在這邊 對 生根在台灣 我還真的沒有 成為台灣媳婦 真的 還有很多要學習 Oh my god 而且真的很新婚欸 才二月才結婚 對啊 才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哇 真的很開心 嗯 嗯 對 好那其實那今天呢還是要跟大家好來介紹一下這些作品 嗯 POSE是有那個舞很厲害耶 謝謝 對啊 這個 那時候為什麼會想要往這一方面呢 嗯 其實你一直以來都還是有一些比較 嗯 動感的對不對 但一百年一次這樣 對 因為很少會看到 然後那個真的很厲害 那個是 特別跑到韓國嗎 嗯 對 這首歌其實 嗯 嗯 因為其實已經過了一陣子 我沒有發自己的作品 是 然後我想說那 這一陣子你都在幹嘛 我都在寫歌 好 然後賣歌 好 很好 所以 嗯 所以想說應該要每一首歌都讓大家有不一樣的東西可以聽 嗯 或者不一樣的感覺可以聽 所以像我們沒有愛錯是賣歌嘛 那POSE是快歌 快歌 然後唯一的理由是雙人 嗯 兩人的情歌 嗯 嗯 那POSE呢是我特別跑去韓國跟一個 嗯 Kevin G 對對對 嗯 Kevin他合作的一個創作 嗯 然後我還特別跟他說 欸我們要寫這個歌啊 一定要適合中文市場的 嗯 因為會唱中文字 我不是唱韓文字 所以我們一定要可以 就是唱中文是好聽的 然後要melody一點 嗯 就是不要這麼英文的 嗯 因為韓國的歌很像英文歌 對 因為他們咬字就是 他們的發音不太一樣 對對對 對 但中文真的不容易耶 對 所以 所以那時候琢磨了很久的時間 對對對 可是整個合作很愉快 因為 其實Kevin是一個非常資深跟厲害的人 他是JYP的御用製作人之一 是 所以其實在他身上我也學到了很多 嗯 然後我聽到我第一次去我們是寫歌 然後第二次去我們是錄音 嗯 然後錄音的時候其實我的 其實小豪就是 他也有參與這首歌 嗯 他有特別幫我就是中文配唱 然後先幫我準備好 然後我再自己飛去韓國跟Kevin合作配唱 而且你都是自己一個人飛去 我都自己 你好獨立喔 嗯 我蠻喜歡這樣的 嗯 嗯 對啊 你覺得韓國的錄音工作跟在台灣的環境有什麼不一樣的 嗯 其實很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錄的是快歌跟慢歌 可能還是有差別 嗯 但是如果你說設備其實都一樣 但是製作人要的東西不一樣 像比如說錄Post的時候 Kevin最在意的是我的tone 跟態度 嗯 所以如果你的tone跟態度 有沒有唱出那個精神 對不對 對對對 而且他的第一是tone 就是先調好tone 你就只能用這個tone唱 你不能換別的位置唱 蛤 他就說 就是你的那個音階 那個音階嗎還是 對 不是音階就是那個聲音 嗯 聲音比如說你是要用胸腔還是用頭腔的 哦 那個位置會不一樣 唱出來會不太一樣嗎 對 你現在隨便唱一句 很像比如說 比如說我的那個Post Post裡面的 Post的Verse嘛 他們就是 Hey yo Kong you shout out 他是這樣嘛 是比較這邊嗎 對比較這邊嘛 比較嘴巴的這個地方 可是如果 我還沒有被他挑的時候 我是 Hey yo Kong you shout out 不一樣耶 就會很不一樣 比較空的感覺 就往上一點 對 他就說不能講 因為剛才比較有一個性感嗎 對對對 或是媚惑的感覺 對對對 所以他會覺得痛是最重要的 你的痛對了 你唱不好 其他都可以幫你修 可是你的痛不對 就整個 怎麼修都修不好 所以這次去收穫也很大 對不對 剛剛有說第一次去是先一起合作 寫歌 然後再來就是直接錄音了 對 對 真的很不錯又學到一課了 對 然後回來台灣 就找Nike 還有Yoyo老師還有Karen老師他們的這個團隊 編舞 然後我這支舞呢 用了Karen老師還有Nike老師 兩個老師幫我編這支舞 很難耶 對這支舞真的很難 對啊 然後這歌也很難唱 你練多久 其實我只上了十堂課 所以是一堂一個小時嗎 對 差不多 然後要把它記起來 對對對對對 所以Nike老師就抓我的動作 然後Karen老師抓我的表情 跟身體的嫵媚 對 因為要合這首歌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因為MV導的成因之導演 然後他就幫我們弄了兩個角色 一個K 一個Kelly 所以我又要扮演兩個角色 我覺得這真的是超難的 這很難 對 然後Karen老師就跟我說 好你現在是Kelly 要多笑 要甜一點 你現在可以來拿出一點態度 對 還好他會一直在現場 在旁邊提醒你 在旁邊提醒你 但我覺得對自己來說 是一個肯定跟挑戰 對不對 終於完成了 好玩啊 對不對 對 等一下再來問問看你還有想做什麼 好不好 我們剛 現在就來聽這個剛聊到的這首POSE 好 有你最低調 鮮艷都一樣高 那天生基因的玩笑 注定你的照耀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好剛好說過啊 章節裡面其實有和先生製作人合作單曲 是一首比較 大家可能會誤會以為是一個療傷的悲的 但是其實是一個還蠻有正面能量的一首歌 對 然後再來就是剛才我們聽了很動感的POSE 再來就是有一首這個合作的單曲 對不對 好那剛有說其實這次你真的完成了很多挑戰 自己一個人飛去韓國 一個人 OK啊 不會怕喔 不會 而且我還刻意 刻意選了一個離錄音室很靠近的宿舍 不是HOTEL 然後我還就 那它宿舍是什麼意思 是像Airbnb那種嗎 很像Airbnb那種 它就是一個女生宿舍 只招待女生 那還OK啦 對然後反正 而且我還刻意選了一間有三個床的 就是我會有Roomate這樣 就是挑戰一下 因為我其實不喜歡跟別人一起住 是為什麼想要叫這樣的嘗試呢 我也不喜歡跟不認識的人住 對啊 那其實廁所就沒辦法公用 可是就想說反正就幾天那也試一試好了 反正我錄音還是寫歌我都不在 大多時間都不在 都在工作室 都在工作室 所以我想說反正是試試看好了 然後就一起 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是聽那些女生聊的東西 交到朋友了 沒有交到朋友 因為就是只有一面之一圓 對 他們是從哪裡去的呢 很多國家 有歐洲的 有美國的 然後很多中國內地的 是 是去旅行嗎還是 有一些是公讀生 有一些是在那裡工作 然後你就可以免費住宿 喔 了解 比如說你是打掃 它有點像民宿的概念 對對 你是打掃那個宿舍 然後你就是免費住那邊 那你可以做別的事情 再來就是最多人做的事情就是整容 對 對 然後每次我回去 他們都會問我 欸 你今天做了什麼 我說 蛤 我今天是工作啊 他說 喔 你不是來那個的喔 我說 嗯 不是 然後他就 而且他還給我建議耶 他說 你把你的那個瀏海撩起來 然後我就撩 他就 啊 你應該要做發現 你的額頭太高了 馬上還推薦我那個 哪一家醫院找哪一個醫生 對 還好你沒有去 我覺得你現在非常的完美 還要跟我換WeChat 分享那個他做了什麼 是喔 對 還蠻妙的 很積極 然後有些還在聊 他是不是可以抽用 沒有 他就是很想分享他的 就是成功的例子 他真的弄得很漂亮 很美 這真的算是一個還蠻特別的經驗耶 對 所以我蠻喜歡的 那個感覺 那歐美的過客跟你分享什麼嗎 歐美的過客就是跟我分享 哪一家餐廳好吃 如果我有時間吃的話 比較一般的 比較一般的 他真的就是來旅遊 就是那種背包客 背包客 你那時候去工作多久啊 才三天 每次差不多三天四天 哇 真的很不錯 但是很難得 嗯 偶爾他的這種經驗 真的很不錯 但是我真的差一點 被他說服了 真的假的 真的 他說那個發現啊 我為什麼到現在還記得 因為我差一點被說服 他說你發現什麼了 他說我的額頭很高 然後 我自己也覺得 我很像蠻青的人 喔 然後 所以他講的時候呢 我就哇 很心動 所以你才都留瀏海嗎 對啊 所以我留瀏海就好啦 一直都有瀏海啊 OK啊 我反線也很高啊 我也很高啊 超高的 超高的 你跟我一樣 我也是 對呀 你跟我一樣 對對對 我也是啊 我覺得 但我之前有一陣子 也是會沒有瀏海 不要啦 而且你有baby hair 你有那個胎毛 對 我沒有耶 我很卷 我是很乾淨 所以真的很像蠻青人 OK啊 你知道那個是柴耶 我也是這樣子安慰自己 對 還好你只去三天 真的 再多天一點可能 再多天我就可能被垃圾了 就被洗了有沒有 都被洗腦了 然後那個 就是 省下的房錢都拿去還不夠有沒有 這個真的是 對 但是其實呢 這個很開心 嗯 整個過程 對 還有想要嘗試什麼 呃 我其實還有很多類型的 音樂類型想試試看 可是 我還是覺得 流行音樂就是要做 就是大家喜歡聽的音樂 是 嗯 而不是 自己想要幹嘛就幹嘛 嗯 如果到了那個階段 我應該會慢慢變成一個 就是 印第的歌手 嗯 但現在 我希望 讓我的音樂還是可以一直跟大家分享 在流行這一塊 對不對 嗯 嗯 所以還是會一直 學習更多不一樣的東西 嗯 然後再寫出更好的音樂 嗯 開始寫歌 是 從多久講 我自己的話 嗯 是 是七八歲 哇 好久了 可是那時候我都只寫自己的 然後也是亂寫 是 然後 真的說自己亂寫 真的 我都亂寫 反正都只寫給自己 也只有自己聽 所以ok這樣 而且我的demo 每次交給我老闆的時候 他都會說 欸你這個demo 真的不要拿出去 真的很丟臉 真的不要拿出去 但是後來有賣歌嗎 沒有 後來有賣歌給別人 是因為我demo好好的做 哦 所以demo也很重要 demo很重要 現在大家想要收到的demo 都是收幾乎完整版 哇 就是你的歌手要唱好 編音編曲要弄好 歌詞要 歌詞還好 大家對歌詞沒有到那麼嚴格 除非你有要賣歌詞 對 主要還是曲的部分 對 曲跟vocal跟編曲 是 我不知道這一塊 我以為就是 哼一個大概 然後就可以 可以如果你是 像大師級一樣就可以 因為大家 那個人就是 衝著你來跟你邀歌 是 所以你給他一個 大概的方向 大概的方向 跟melody 清楚就可以了 所以但現在就是要 全部做好 可是現在就是要全部做好 尤其是你丟給所有唱片公司的時候 嗯 所以什麼樣的曲風 你都想嘗試 嗯 那平常的你會聽什麼樣的音樂 然後自己用自己的手機 看自己的書 對 然後看電視 然後吃東西 我們一動也不動 這樣很好啊 這就是最平凡的生活 對 這個是最難得的 嗯 我真的蠻喜歡講的 對 我不小心就知道他們在家在幹嘛了 好不好 宅男宅女 宅男跟宅女 但你本來就很宅 我記得對不對 嗯 你剛剛說在家他會聽古典音樂 對 古典啊 Jazz啊 Chill的啊 韓國的歌 他也會聽 但是我們聽比較多 韓國INDY的東西 韓國INDY的東西 真的很好聽 因為都是那些R&B的歌 所以很好聽 是 那如果今天要請你推薦一首歌 不是你自己的作品 你會選哪一首歌呢 我要推薦一首 昨天我們合唱的歌 哎呦 等一下昨天去哪裡了 因為昨天是 慶祝平原歌的生日 哦 然後呢 平原歌他每次聚餐 他都自己帶著一把吉他 是 他就說欸你們是新婚的 然後你們唱歌給我聽 哎呦 那他幫你們伴奏嗎 對 怎麼那麼可愛 真的 他就幫我慢奏 然後我就問他 欸你會唱什麼 他就說 然後平原歌就自己彈彈彈 欸你最珍貴 你們行不行 然後他就說他可以 我就好 那我們站起來唱 我們就這樣唱 哇好棒喔 對啊 所以我要推薦這首 你最珍貴 他整個眼睛都有愛心耶 沒有 應該從聲音機都聽得出來了 小心喔 愛心泡泡攻擊你喔 我們來聽這首 你最珍貴 對 懂情時刻最美 然後我就說 他就說 我一聽他的demo 就被他吸引 感情非常豐富的聲音 對 真愛 真的很好聽 真愛 我都覺得他的demo 應該全部被賣掉 真愛 所以你現在應該做任何一首歌 你都會先給他聽了 會不會 沒有 會 會給他聽 非常超無敵會唱的人 而且他也非常會跳舞 但是呢 因為我們在看他比賽的時候 我的其實到現在為止喔 我的第一個impression 還是他是一個唱跳歌手 但是其實 氣唱跳真的不容易耶 唱跳很難 你看我們現在戴口罩講話 我們都快喘不過氣了 真的 所以 但是他真的很會唱 我們進錄音室的時候 嗯 連小豪是我們的製作人 是 然後他也說 哇 真的很會唱 嗯 所以我覺得 跟他合作很開心 找這個慢歌 找他合作是找對的 找對的 也讓大家聽聽他唱慢歌的樣子 是 唯一的理由當初 這首歌的想法是什麼呢 那時候只是 覺得聽到這歌 然後他的意思 跟整個歌的感覺 非常的正面 嗯 因為我喜歡 傳達正面的東西給大家 是 我也喜歡分享正面的想法 嗯 這樣子 那只有情歌呢 很久很久都沒有出這麼正面的情歌了 嗯 尤其在 嗯 尤其在 不管是我們的中文市場 還是在其他的音樂市場裡面 是 通常都是很大悲喜 就悲的歌 就是可能失戀的啦 對比較多 對 要不然就是很開心的 對 都沒有比如說很正面的歌曲 嗯 那我就覺得 欸我們可以唱一下這樣子的歌 嗯 然後又是一個溫暖的聲音 而且超無敵適合婚禮進場 對 我就是要來問你這件事 你婚禮會想唱這首歌 才不要 欸他好快就拒絕喔 他說才不要 欸你是說才不要還是還不要 不要啊才不要 為什麼不要 欸自己的婚禮唱自己的歌 很肉麻欸 那找就定位來唱啊 也不要很奇怪 那應該要放這首歌吧 不要 進場的時候不要 不要 你確定 嗯我確定 不好意思嗎 對啊 這真的很適合婚禮 進場播又不會有那個 又不會有版權費什麼的 這真的很適合在婚禮欸 對很適合 我覺得你就是應該要 我建議大家可以拿來用 但我自己就不用了 害羞啦 嗯對啊奇怪啊 那你自己想用哪一首歌 我已經有想好了 英文歌嗎 英文歌嗎 什麼歌 嗯我要其中一首我要用 FIRST MAN 哦 嗯這首英文歌 然後他是在說 FIRST MAN就是第一個男生 爸爸 對就是爸爸 因為我爸去年過世了 然後我覺得他沒有辦法參與我的婚禮 這件事情 呃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遺憾 大聲的遺憾 所以我希望第一首歌是他的 是 嗯 爸爸知道他嗎 不知道啊 哦因為太快了 太快了 所以完全就是 但是我覺得爸爸是知道的啦 我覺得爸爸現在在天上看著你一定覺得很放心 畢竟有一個這麼棒的肩膀可以給你靠 希望 在背後撐著你對不對 好他剛剛應該聽那首歌的 沒關係 下次有機會 嗯好不好 好好好 對啊 哦 但是還是祝福你囉 謝謝 好不好 那我想呢這個最後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接下來如果有一些訊息 嗯 都可以上你的粉絲頁對不對 對 如果大家有喜歡我的歌啊 嗯 或者想要follow我的動態 都可以上我的所有的社群網站 不管是IG還是Facebook 都可以follow Kelly潘嘉莉 是然後呢也可以看到他最近這個幸福甜蜜的樣子 好哦如果籌備婚禮的時候也會 可以的話也跟大家分享 對啊 真的是我覺得就是有很多滿滿的喜悅啦 嗯 這是一個被祝福的事情 祝你們幸福 謝謝 拜託也希望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音樂 一定會的 好不好 那最後我們就來聽這首歌囉 最適合在那個 婚禮一進場的收聽 好 唯一的理由 謝謝Kelly 謝謝GG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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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